各位阁下 各位尊敬的代表和与会者 欢迎大家光临第十八届互联网治理论坛联会 我叫Rebecca 非常荣幸担任今天开幕式的主持人 在开幕式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们现在会以日本剧场传统的重构 作为我们的开幕表演 这是一个歌舞剂的双师与土佐之子的 三岁媒体装置来表演 歌舞剂是江户时代初期出现在京都的 一项新颖而奇特的表演艺术 在这部新的作品当中呢 英勇的狮子的精神出现在歌舞剂的名作 连济式的高潮场景当中 狮子闻到了花香 然后呢做出后来我们被称为 疯狂的剧烈的动作的场景 我们由专业的歌舞剂演员来表演 而我们这个表演呢 也非常适合国际IT会议的数字表演 下面请大家欣赏表演 请大家欣赏表演 《词曲》与拥研写 《词曲》丽装di装观优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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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们 先生们 非常感谢今天出席互联网治理论坛第18届年会 年会是由联合国主办日本的总务省常办 现在我们就开始开幕式 首先我们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通过视频发言 有请李富弗秘书长来介绍和播放我们的这个卢播视频 下面有请李富弗秘书长到讲台这边来 大家早上好 各位队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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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高兴在京都召开的互联网治理论坛上致辞 首先要感谢大家做出的宝贵的努力 让政府 私营部门 民间社会和技术界齐聚一堂 共同完成推进开放 安全和全球化互联网的重要任务 近20年来 事实证明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合作 总有成效 任性非凡 帮助我们应对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不断扩散的危机和日益扩大的分裂 各位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我们需要继续利用互联网支持的数字技术 来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采取气候行动 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需要采取行动的领域在我看来有三 首先我们必须要共同努力缩小连接的差距 让剩下的26亿人上网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妇女和女童 第二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缩小治理的差距 包括要提升和更好的协调 IGF和其他数字机构在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工作 第三 从根本上来说 我们需要加强数字合作中的人权和以人为本的方针 互联网包括支撑其的物理基础设施 必须要保持开放安全所有人皆可访问 这就意味着互联网长期建立的多利益相关方机构 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而非相反 我设立的互联网治理论坛领导小组 正是旨在提供战略指导支持稳定的资金 并扩大各位的重要工作的影响力 为了帮助推进对具体的智力解决方案的探索 我正在任命一个人工智能高级顾问委员会 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提供初步的建议 全球数字契约也是提议 在2024年的未来峰会上通过 旨在制定原则目标和行动 以确保以人为本的数字未来 各国政府 私人部门和民间社会 必须要定期开会 齐聚与堂确保契约中所载的承诺 得到落实 我们不能够再次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我们必须要努力地防止新的技术 带来更多的鸿沟 与此同时还要避免闭门造车 并有效地应对出现的新的风险 我期待着京都的会议会推进 为推进我们的集体努力提供重要的意见 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实现论团的团队 所阐述的雄心壮志 建设互联网为所有人赴权 谢谢 感谢秘书长先生 我要跟秘书长一起 衷心地感谢日本政府 招待我们 各位阁下 尊敬的来宾 正向古特雷斯秘书长提醒我们的那样 全球社会在达到2030年 克制最发展目标的过程当中 仍然是面临着巨大和复杂的挑战 而互联网呢 在帮助我们化解这些复杂的挑战的过程当中 在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更加富有任性和可持续的未来的过程当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需要我们制定负责任的政策 充分地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 同时呢 化解和管控其风险 IGF互联网治理论坛呢 必须要通过联合国的召集作用呢 把各个国家以及方方面的人士汇聚在一起 无论大家的背景如何 IGF呢 必须进一步地加强其作用 作为全球数字政策的平台 找到共同点 凝聚共识 并且呢 在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当中 找到数字化的解决方案 有鉴于此呢 我也非常欢迎 IGF聚焦于最紧迫的和最具有相关性的数字化的议题 女士们先生们 18年前 也就是说在2005年 IGF 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得到了授权 然后呢 2025年联合大会会再次审议这一任命 授权 成员国呢会对至今充分的讨论 在这呢 我想在今年的年会上 希望大家讨论三个重要的问题 首先 IGF 有没有完成 它的使命 和宗旨 第二 互联网如何更好的支持 和加快SDG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第三 IGF 又如何能够有最好的方式 来 支持制定全球数字契约 及其实施 以及明年的未来峰会 那么今年的年会呢 我们希望啊 能够让各国来讨论 如何交付更加优异的数字化的解决方法 打造一个更加开放 具有包容性安全的 能够服务于所有人的数字化 我们必须要确保 我们要进行更加密切的 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 和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数字化的创新 来加速SDG的实现 并且呢 向南方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帮助他们弥合数字鸿沟 让我们充分的利用 IGF的包容性的 和多利益相关方的工作思路 来打造一个 The Internet We Want 我们想要的互联网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李富弥书长阁下 接下来呢 我想邀请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阁下发言 有请岸田首相致辞 我是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 大家好 欢迎 欢迎大家到日本 首先 我请向 所有 到会的 无论是在场 还是在线 参会的来宾 表示感谢 感谢你们持续不断的讨论 如何改进互联网 感谢你们为这个目标付出的 持之以恒的努力 我向所有各位表示敬意 IGF互联网治理论坛 秉承的是开放民主包容的进程 这一基本理念 与我所在的国家 日本的基本价值观 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也非常高兴 能够作为东道主 也是首次 作为IGF的东道主 来举办这次年会 欢迎各位的到来 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数字化技术 是经济活动的 引擎 也推动了世界各国的增长 互联网是一个自由和多元化 表达的场所 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获取信息和服务 互联网不仅成为了 我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 当中的必需品 而且也已经成为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 此外 自由和不可分割的互联网 对于我们解决人类 所面临着的诸多挑战 例如发展 卫生健康和安全 以及对于我们进一步的增进 人类的进步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 互联网也确实 引发了或者是造成了 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自由 以及经济社会活动的问题 如虚假信息等非法 有害信息的传播 网络攻击 网络犯罪等等 我们绝不能够忽视这些负面的影响 我坚信我们能够让互联网的益处 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让它的副作用得到最好的管控 通过把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参会者 齐聚一堂 通过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 来进行讨论集思广益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今年年会的主题是 我们期待的互联网 为所有人付权的互联网 这个主题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 表达了我们的决心 那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包容性的互联网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并且为人类开创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作为东道主 日本政府认为 我们肩负重要的责任 为该重要的讨论做出贡献 我们认为互联网必须保持开放 自由 全球化 可护操作 安全和值得信赖的互联网 从而能够有效的促进 DFFT数据的可信赖和自由流通 同时为人类的进步继续做出贡献 日本也将持之以恒的支持 并继续致力于 由不同立场的多利益相关方 来进行互联网共治 最后一点同样重要 我们这次的东道主城市 京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 我希望各位参会者在畅谈互联网的未来之余 也能够享受 京都和日本的文化美食 以及热情好客 我衷心希望在京都召开的这次年会 对于国际社会的未来 对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是一次有意义 有收获的会议 我的开幕致辞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首相阁下 谢谢 请大家再次热烈鼓掌 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